我想分享的是三逆感染 为何这么紧要呢? 因为快要开学了 小朋友会有很多聚集 还有很多呼吸度的感染 什么是三逆感染呢? 其实是三种病毒的感染 包括流感病毒、新冠病毒 和核包病毒的感染 核包病毒来说 其实在一岁以下的小朋友 风险比较高 但其实不仅是小朋友 虽然我们是医科医生 其实是老人家 和一些有长期病患人士 小朋友来说 尤其是早产婴 还有身体有些毛病 例如心脏、肺部 和贬疑系统有问题的人士 都有些问题 风险比较高 为何三逆感染这么担心呢? 我们临床观察到 如果其实不仅是中了一种病毒 例如是三种病毒同时感染 其实病情会更严重 核包病毒 香港来说 已经不见到季节性 那么明显了 在卫生署的数目 我看到呢 其实呢 全年 都我们看到有核包病毒出现 刚才我说过 香港是没有一个特定的高风期 最危险呢 尤其是一岁 以下小朋友 和有些长期病患的人士 如核包呼吸病毒 其实都是呼吸道的感染 通常呢 就会透过飞沫传染 例如患者 可能和一些家人 或者是小朋友 近距离接触 对着咳嗽 就有机会传染到的了 那诊断方面呢 通常那些症状呢 就会有发烧 流鼻水 咳嗽 而这些就是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 这些呼吸病毒呢 可以引起一些叫做下呼吸道的感染的 譬如那些患者 可能会气聪啊 喘鸣啊 通常家人 或者现在是事物 很多时候家人都会做一些叫做抗原测试 比如有时候 准程度高一点的话呢 其实阿孙测试的准程度就会比较好的 至于怎样可以减少遮传播 因为多一些呼吸道会感染 偷飞沫传染 所以呢 比如在人不多的地方 或者有家人不舒服 就可能会戴口罩 勤势手啊 这样 但是现在是有些叫做高危组别的人士 比如长者60岁以上 或者本身有一些长期的慢性疾病的 或者抵抗力差 孕苦 这些都是叫做高危组别 其实都有一些叫做RSV的疫苗 可以考虑接种的 最常见的呼吸脱包 开始影响的可能都是一个感冒的 鼻水啊 咳嗽啊 发烧那样 但是呢 如果它影响了下呼吸道 即是说呢 落了去气管 或者小子气管 或者肺气泡那里呢 就可能造成这个小子气管炎 或者肺炎 那在岁左右以下的 BB呢 就最多会有肺炎 和这个小子气管炎的问题 那么多时呢 它们的病症就会是呼吸吸收啦 吸收啦 吃东西不好啦 休息啦 如果严重的时候呢 就会变成它们的阳气都受到影响 或者呢 会有呼吸的衰竭的问题 那么如果它有先天心脏病 那么更加可能实际影响 它的心脏功能都不停 不过呢 就是我们要留意 因为很多婴儿都会受到这个问题 那始终最好的方法都是预防 这个是一个接触的传染来的 所以都希望呼吁那些小朋友呢 要学会呢 怎样可以是做好的个人卫生啊 就是碰完任何的表面 是有骯髒的呢 都要洗干净的手 才好碰自己的脸膜 因为这些病毒呢 其实呢 它不是一个空气传染的 它是接触传染的 要认知某一些的病症 是第一时间有医病症呢 是要找医生去透诊 例如是呢 小朋友上肢高烧啦 吃不到东西啦 他有气速啦 什么叫气速呢 就是如果你呼吸的时候 频率很快 另外你见到它呢 呼气很辛苦 那个胸骨呢 自然是垃圾下去啊 而听到它有喘鸣的声音啊 喘鸣声音包括是你上呼吸度 在喉咙 或者是你觉得它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 胸骨粒陷的意思 而这些情况呢 你应该第一时间 去找你的家庭医生去求诊 又或者急的时间去急诊室 而是那种方法 那是 nada 那还是有啦 那你怎么会Elope 那是温暖啊 那是你们想要去天ce 这种地方呢 而且这种方法